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描准的 只要大山雄再度窜上来 浪费再多的子弹 也得开枪了 就在我稍稍放松的一刻 巨雄呼地抬起了 沾满污泥的脸 面目猙獰地向我扑过来了 速度极快 我没有开枪 在这种情况下 胡乱的射击是徒劳的 必须把子弹 用在最紧迫的时刻 拔出匕首 丹西贵在巨石上 只要他敢往上扑 我就狠命地戳他的脸 事已至此只能是铤而走险了 亡命肉搏 虽然我没有一点胜算 也只有尽量利用巨石的优势 抵抗这波凶猛的袭击了 巨雄说大的身躯 带着极度的愤怒 撞上了巨石 我急忙靠贴在烟壁上 脚下晃得厉害 大肆摆动着 碰到烟壁上 减换了作用力 没有翻 我惊出了一声的冷汗 但心里也放下了一种担忧 巨雄这次远没有第一次 跃起的那么高 平衡感也差了许多 原来他脸上的一个眼眶 已经变成了黑洞 我大为震惊 想不到刚才的一阵扫射 竟然幸运地打到他的眼睛上 大山雄现在半侠半龙 对我的攻势 显得有些错乱了 我梦生了一种念头 既然大山雄伤得这么严重 今天就是拖到天黑 也要铲除这个祸害 战斗的欲望在我的血液里沸腾 只要再弄瞎他一只眼 说不定这个大家伙 就会成为我的食物 一想到他身上丰厚的鲜肉 我的勇气一下子提升了许多 大山雄的身躯 滚圆 标状 前半只身子 刚趴伏在巨石的边缘 就被肥厚的臀部坠下去了 而且总是扑偏了 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这更令他暴躁一场 我发现这只大山雄还是有智商的 他不再一股脑的坚持着这种徒劳的办法 他换成 抱住了巨石 左右的摇晃 想把我晃下来 如果巨石倒了 我可以抱住一梁继续地向上攀爬 可是 吸狗里的食物 还有 这个威胁我生存的隐患就失去了控制 即使逃命的话 攀岩的时候万一滑下来 照样会被这只大山雄咬死的 巨石被这个庞然大雾环抱着 他渐渐晃动地剧烈起来 这个家伙居然知道 利用共振的原理是大师崩倒 这不禁让我对他有些恐惧了 手里的匕首有些短小了 我不敢贸然地接近他的嘴巴 倘若真的被他咬住 一只手就立刻会消失 我的双脚越来越难以站稳了 不得不往石壁上靠得再紧一些 好在 巨石倾倒的一刻 能够及时地爬上去 不至于摔倒 巨石终于被这个家伙撼倒了 就在我失去平衡的一刻 我一把抓住了盐壁上的石缝 身体挂在盐壁上面 左右摇荡 就好像是老式的钟摆 受伤的山雄 没有了良好的平衡能力 他的躯体 也跟着巨石倾倒的惯性 一起栽到乡下滚动 轰隆隆隆 大石滚到西边 像大桥似的横在沟坎上面 大山雄却不见了踪影 掉进去了 雄掉进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凉的喊声传来 我急忙示意她 不要出声 温温地爬在上面 一两又把柔软的小脸 贴回了盐壁 吸口里发出了一阵 吉里咕噜的躁动 大片的水花飞溅 撕咬的底后 在构底沉闷的响起 我抓紧盐壁的手 一个也不敢放松 真把大山雄和巨鳄 撕咬着跳出来 我无法看到 那里边恶斗的情形 为安全起见 只能凭借传出的响动 判断着里面的起始 太阳开始翻红了 让人难受的热量 渐渐地消失了 大概半个小时过后 沟里停止了响动 两只巨兽 应该是分出了胜负了 我的手臂 已经抓得生疼 我活跃了一下 双腿的肌肉 就从五米高的岩壁上 跳了下来 一亮 你在坚持下 我对他喊完的话 紧深地 向西沟靠近 恐惧随之增加 巨石倒了 没有了天然的安全岛 再突发危险的话 我只能往刚才的那棵大树上爬了 我看到下游的溪水已经变红了 溪沟里面 那只四米长的巨鳄 一定把滚进去的大山雄 误认为是我很命地撕咬他 大山雄没有咬到我 自己却摔了个狗肯泥 又被巨鳄莫名其妙地攻击 满腔的怒火像手雷一样 在沟底爆炸了 大山雄的嘴巴 没有巨鳄的大 但是 他那对后世的熊掌 绝不是闹着玩的 等我渐渐看清楚里面的状况 不禁大吃一惊 两只猛兽已经纠缠在一起了 巨鳄的皮毛很厚实 看不到什么皮外伤 而巨鳄的脊背 却被熊掌拍开了几道裂口 鼓鼓地冒出的血 溪流怎么也冲刷不干净 大山雄好似也没了力气 正咬住了巨鳄的嘴巴 身体蜷缩得很厉害 两只大家伙现在都是独眼龙 谁也没有太大的胜算 这真让我高兴 有了这场硬碰硬的较量 我可以轻松地解过 他们俩的性命了 现在可以肯定 无论是熊还是鳄鱼 都没有办法再从锡沟里爬出来了 我找回丢在地上的毛杆 我准备开始杀鹿了 如果仙戳死巨鳄 那么熊就很难对付 毕竟他的皮毛是特别的厚的 穿刺打击是无法作效的 我用毛尖捅了一下巨鳄鸡背的伤口 就像斗虫的玩家 用老鼠胡子拨弄蛆蛆的触须 巨鳄青黑色的脊背 被我的匕首挑出一块血乎乎的肉 疼痛立刻吸卷了他的全身 刺激的他咬住熊的前兆 剧烈地翻转着肾体 使牙齿也像齿轮一样地旋转 大山雄疯狂地咆哮着 咬住巨鳄的尾巴 左右地摇晃着 想把他抡起来摔向沟壁 可狭小的空间和沉重的巨鳄 让他无法运用这种打斗的方式 那只毛茸茸的肥厚的前兆 活生生地被扯下一层皮肉 只剩白色的膏脂 一道一道地躺下了血 大山雄看到巨鳄互相拼牙齿撕咬 明显已经吃亏 暴怒地抡起另一只前兆 狠命地吹砸巨鳄的鸡背 想想 那只可以把大师轻易拍飞的兄长 此刻带着极度的愤怒 沦在巨鳄的鸡背上 而且是有裂口的鸡背 人那杨树皮般的林皮 再怎么解释 也无法承受得住 胸的爪子是锋利的 不仅仅具有拍打的重力 爪尖抓挖着 从鳄鱼的背上抬起 那些有裂缝的鳞片 瞬间变成了一堆烂肉 像花猫 在嫩嫩的杨树皮上 抓过一般横七竖八地 刀刀排列着 我想 巨鳄的脊骨一定被严重地断裂了 雷骨也不知道射了多少根 这下该死瞧瞧了 这是 另外两只两米半长的大鳄 扑了过来 狠命地咬住打山雄的后腿 看来 出生们对他异类 还是有团结心的 那种对鲜肉撕咬的天性 无法医治 由于西沟的狭窄 大山雄一时无法掉转头 回应身后的袭击 他只能用力地蹬 踹 试图甩掉突来的疼痛 可这么一来 后腿上的两块皮肉又被撕扯下来 西水还在滑滑地冲刷着这场残酷血腥的厮杀 我乘机用毛肩猛刺咬住山雄后腿的两只大鳄 每只刺破一个眼球 剧烈的回眼之痛 是两只大鳄又对大山雄发起了凶狠的攻击 从那偷着白 躺着血 没了皮肉的巨熊后腿上 死咬下大块大块的肉 这次大山雄只声哀哀的嚎叫了 没有了反抗的蛮力 既不可失 我急速地寻找大山雄的另一只眼睛 可大山雄的那只眼睛极小 又被湿漉漉的细毛遮住了 已是很难发现 我看中了那只 被子弹击中后 炸得冒乌僵的黑眼眶 估计出打开的对称的位置 我毛足劲 刺了下去 大山雄身体剧烈地抽动着 开始惊乱 挣扎的动作 已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夸张了 大山雄丧失了先前的反抗能力 这足以使我放下了心 现在该轮到山雄身后的两只手上的大鳄了 我很轻易地把他们的眼球戳破 由于他们俩伤得很重 已失血过多 再加上刚才消耗体力撕咬巨熊 虚弱的 如同刚被杀虫记喷过的壁虎 我开始轮番出自落入西坑里的那些鳄鱼 即使他们已经死亡 但我还是对炸死很提防 曾经在战场上 我就利用过炸死的骗术 宰杀了两个番茧此时财务的敌人 我搬起了白京中的大石 炒鳄鱼和熊的头骨很砸 我听到了骨骼碎裂的声音 才彻底放下了心 我跑到一梁的下面 看到她正趴在高高的岩壁上 忘了我很久了 我笑了笑说 来跳下来吧 一梁向下望了望 我怕 我一定能准确地接住你的 她犹豫了一会儿 把眼一闭 后仰着倒了下来 普通掉进了我张开的臂弯 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嘴唇在她柔软的头顶抹射着 使劲地安慰着她 一两用力地抱紧了我 这让我想起她在眼壁上 一定很难受 她是个柔弱的女子 能在那么陡峭的破面上 坚持那么长的时间 而且周围的情形又十分的惊险 天快暗下来了 我们得抓紧时间 赤唇和卢亚还在山洞等着我们呢 对一两说完 她温柔地点了点头 松开了 搂着我的臂弯 一两站在沟溪上面 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我放心地下到沟里 再搁着死兽 能把这些新鲜的瘦肉带回洞里 我们一个月的食物就足够了 可天色已经不早了 我已是无法将他们的身上的精肉切割出来 巨型的毛皮 是我们在岛上的生活必需品 得慢慢地剥 尽量保持它的完整 而这样一来 就会耽误更多的时间 并且足足一吨的瘦肉 一次性地带回山洞是办不到的 眼下只能先割下半只大鳄的肉 其他留到明天来取了 为了不是其他的野兽 吃掉沟溪里的猛兽的尸体 我用大石头把它压好 这样即使有其他的食肉动物 夜间赶来着食 也不会损失的太多 一辆站在西边上 一边观察着 一边借助我扔上去的筋肉 直到割了足足有一百斤 我用麻藤 把肥嫩的鲜肉捆好 扛在肩膀上 拿起一辆的手开始往回走 由于花费了太多的时间 我和一辆必须跑步 防止天黑前回不到山洞 在树林里遇到新的险情 一辆的小手 娇嫩柔软 被我使劲地攥着 我无法快速地奔跑 生怕拽腾他的肩膀 同时右手还要不断地用肠杆 挑开挡路的毒蛇 跑了一会儿 一辆的香菜上就布满了汗珠 脚下渐渐地发软了 为了快速行进 我又把他搂进了怀里 缠绵地吻他 抚摸他的身体 一辆的身上 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本来单薄的棉布 更显得稀薄透明 我想尽快使得兴奋起来 缓解掉疲劳 我把他搂在怀里 缠绵地吻他 抚摸他的身体 一辆呢喃得很厉害 他肃软的乳房 和温热的小腹 使劲地在我的怀里头 揉搓着 一辆的需求开始激烈起来 我急忙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用力地摇摇 迷醉地一辆说 怎么样 疲倦好些了吗 我们需要抓紧赶路 多延迟一会儿 就多一份危险 一辆无语地点了点头 天天的微笑 挂在嘴角 我点了点肩膀上 剩的心肉 让背上的肌肉放松一下 又拽起了一辆的小手 继续在树林里奔跑了 太阳落进海面的最后时刻 我们远远地看到了山洞 洞口的大门依然完好 我这才舒缓了一下 蓬蓬直跳的心 等我和一辆进了山洞 赤春和卢雅都跑来 拥抱我 接着拥抱一辆 看到两张梨花带雨的 动人的面容 不但猜到 他俩因为担心我 而哭了很久 卢雅插着 湿乎乎地打眼睛 望着我 又突然抱着我的腰 咯咯地笑了起来 见我安全回来了 他一定是高兴坏了 才表现得如此的荒诞 一辆和赤春 看到卢雅的天真劲 都掩着令人陶醉的小嘴 笑了起来 晚上 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烤鱼片 一辆把今天的遭遇 讲述给赤春和卢雅听 还提到了 那只对我们的生活 构成威胁的大山雄 两个女人听得又惊又喜 我告诉她们说 明天和我一起 去把那些鲜肉搬回来 卢雅听说 可以和我一起出山洞 高兴地拍着手 围着火堆跳了起来 晚饭之后 我带着衣梁 来到洞口的溪水 清洗身上的污泥 一辆的全身被汗水湿透了 睡前一定很渴望 在溪水中梳洗 我的身上还飘着浓浓的 生肉的味道 干涸的 瘦血 灵性地凝固在我的前胸和后背 一辆回头看了眼山洞 见卢雅和赤春 瞅不到我们 就主动地来拉我的手 牵着 朝远点的西段走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但顺从地跟着她 走了大概二三十米 我支止了她 继续走下去的意图 别太远了 这个西口很开阔 容易窜出猛兽的 一辆听了我的话 低着头 温柔地饿了一声 那种少女寒情默默地归顺 瞬间 让我赶走了很多的疲倦 我说 抓紧细吧 一辆 点了点头